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的生活水平新一步其高 我觉得在未来五年我们的科研环境会越来越好 那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站在诺贝尔的影响台上 在未来五年我也希望我们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让大家更好地享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我们这一代人要最大限度地做到传承和发扬 中华美食是一种文化 未来五年我希望这种文化可以发扬到全世界 我觉得中国除了要focus在它的经济发展之外 我觉得就有其他因素 比如一些公民教育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会做好些 我是一名食材工人 未来五年我希望参业越来越容易一些 收入越来越高 有机会带着家人出去旅游 让我们老村民们就越来越好地 政府能来帮助帮助我们的老年人 我们来都开心开心我们的 大家好我是王冬冬 很明映时演员 我希望中国电影产业可以走向全世界 得到全世界人民联合 未来五年拥有健康 拥有正能量 为我们2020年的冬奥会加油注意 未来五年希望国家能够增加支持我们的导教行业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中华专业 中华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 我希望中国每天都是晴天 不是雾霾 未来五年我希望这几年不忘初心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更大的市场与平台提供给设计师们 我是一名互联网创业者 未来五年我希望公司顺利融资 甚至启动IPO上市 未来五年我希望自己创作更多的精品立作 也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学业有长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真正能够提升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再过五年我就该退休了 我希望能够一直教书到最后一课 也希望能够真正的成为孩子们的朋友 在未来的五年里 我希望祖国的道路一路创通 祖国的发展也一路创通 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未来五年 我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展望未来的五年 我只有一个心愿 Hip-Hop的精神能够一直发展向前 为了中文说唱以后如鱼得水 我们未来的五年绝对红遍大江南北 我是演员六小林统 在未来五年当中 我将继续弘扬我们中华的优秀文化传统 拍出更多更好的 无愧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中国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拥有了选择梦想的机会 在未来的五年里 我希望我带着我的孩子们 取得理想的统统 我们要带着军 有没有信心 有 我让你追我们的路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